一本本超厚超重的 《黄云印襲击案2审判决书》 一次有三本 每本比电话簿还要厚 还得一箱箱借给7300名的受害者 如今更一审审理终结 判决书的寄送恐怕又要大费周章 十多名员工还得花上十个工作天 才能把判决书送到被害者的手中 仔细一看每份判决书三本叠在一起 长有29.7公分 宽有21公分 厚度则达到20公分 《诈骗道听》 《诈骗道听》 黄云印襲击案在一审判决时 被判12年徒刑并科罚金4亿元 当时印制1600多页的判决书 花了149万元 邮资51万元 全案到二审时改判11年徒刑 并科罚金6000万元 为了印制2400多页的判决书 印刷费花了210万元 邮资150万元 全案经历一二审 已经花了560万元 因为要印制紫本的判决 所以印制的判决的厚度 达1000月左右 那发送的邮费 因为法院的判决送达 都是要用双告号送达 所以邮费非常的昂贵 由于黄元印不服再上诉 最高法院21号跟一审宣判 黄元印判11年徒刑 没收不法所得172亿多元 判决出炉后 判决书的制作跟激发 客室更伤脑筋 台中高分院也表示 将会了解是否人才弹性的方法 以检设公堂 记者陈广瑞李仪会台中报导